在孙村镇,讲究因时制宜的当地人采用了轮换作物的种植方式,这也造就了四季变幻的色彩。 不同时节来到这里,我们就能拥有不一样的农业旅行体验。 每年夏天,绿色的水稻田里藏着活蹦乱跳的小龙虾,我们能亲自下田享受捉虾的乐趣。 如果是春天来,就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 而它的植物周期结束之后,现在我们依然能看到跟油菜花相关的景象。 在孙村镇,许多村落都有本地人自营的小油房。 在当地的美食宝典里,菜籽油是做菜的底味。 无论是炒青菜还是烹鱼虾,它自然浓重的香味都是点睛之笔。 每年五月后,油菜籽丰收,家家户户都会留下自家青年所需的菜籽,方便随时拿到油房榨油。 而这些油房中,有的还保存着在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的木榨榨油记忆。 木榨榨油流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不过到底什么是木榨呢? 我找到了在当地经营油房的曹大哥,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谈命。 你听到每一声这些声响,都是感觉整个房梁都在震颤。 大哥这个声响在我身后,弄得我也想试试了。 撞这一个。 好。 来。 我感觉我的胳膊在颤抖。 再撞。 下面这个。 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两下子,我已经觉得我的后备在忙。 我已经爆汗了,真的不夸张。 这个有多重? 450斤。 相当于一个我现在在推动着,五个我去撞这个木榨机,特别特别的沉。 我眼前这个由木头组成的大机器就是木榨。 它承载着力量与草木的碰撞,历经千年时光仍然迸发着原始的生命力。 喝喝油量的菜籽就是通过木榨变成色泽金黄的菜籽油。 但是在进入木榨之前,还需要闯过很多繁复的关卡。 这油菜花的那个菜籽是吗? 对,开黄花很漂亮。 现在闻不出来香。 很小的这个颗粒,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味道的。 那为了它榨出来的油这么香啊。 它这个炒熟了之后啊,还要碾成粉。 为了让油料在后续的过程中受热均匀充分,提高出油率,菜籽是不能直接拿去榨油的。 而是要在洗净炒熟之后,把磕磕菜籽碾成粉末,才能继续闯关。 这个也准备了,给你看一下,你看。 香吗? 这个就香多了。 对。 拿它装在这个里面是吗? 还不行,还要把它蒸熟,蒸熟之后,采成扁,然后才能把它装在上面。 是这样的。 采成饼,难道是用脚踩? 曹大哥告诉我,古法榨油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采批饼。 在铁圈里铺上稻草与布,再倒入菜籽粉压成饼状。 批饼的雏形就有了。 为了让批饼更加扎实,师傅们会将全身的力气都灌住双脚,人工采批。 一踏一台间,将菜籽粉轻匀踏实地附着在批饼里。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我能看到的这就是菜籽碾成粉末之后,然后装起来,放在里面了。 对,对,对,蒸熟之后放在里面了。 将批饼放进木炸后,一切准备就绪,可以正式炸油了。 我刚进门时,曹大哥正在做的就是这一步。 重达450斤的撞锤,敲打木蝎子,对里面的批饼施加巨大的压力。 依靠这种物理压,使油脂渗出。 但这一道工序,就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 菜籽在经过师傅们牵锤一炸后,完成最后的蛻变。 我可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油,我能有这么欣喜,这么开心的心情。 还有一个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香味了。 你越走进这个菜籽油,它就越浓郁。 曹大哥,您是怎么想到说要学一下古法炸油这个手艺的? 我从小不是吃这个菜籽油长大的吗? 我们这地方当地人也特别喜欢吃菜籽油。 所以说我又开始学做这个菜籽油。 但是我觉得做菜籽油,我们从小是吃这个木炸油。 现在这个做木炸油的越来越少。 古法木炸这个工艺,我觉得挺好的。 我又想让周边的老百姓,就相里相亲的, 能吃上我这个自己亲手做的这个木炸油。 对我来说,心里感觉特别自豪。 当地人认为,古法炸油能保留油料原始的味道和营养成分。 所以油酱师傅始终遵循先人流传下来的制作工序, 让这风味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 依旧是当地人餐桌上最重要的一味。 本地的老油房不仅卖油,还向游客开放体验。 你也可以来这儿试一试,挥动百公斤的撞锤。 在老油房,我还出了个小问题想考考大家。 除了菜籽油,身后的木炸还能炸什么油呢? 好香啊,隔着屏幕好像已经都闻到香气了。 现在其实咱们真的不大能有机会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菜籽炸成油的过程。 这道题有意思了。 古法榨油的木炸除了榨菜籽,还能榨什么呢? 还能榨什么呢? 其实我们北方吃菜籽油吃的并不多。 你看我去四川,看到他们这个拌菜的那个油, 黏黏的,感觉油没那么黏呀。 后来才发现人家是菜籽油。 我们北方吃的像什么豆油,花生油,芝麻油,对吧? 这个就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黄豆,花生,芝麻,这都能榨。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高科技的榨油机器能操作的木炸都能榨。 赵老师觉得差不多。 这我还真了解过。 专门了解过中国的植物油的实用的发展的源流。 不同意,赵老师说的这个豆油还有花生油这没问题。 它是可以来操作的。 看看,究竟对不对呢? 大哥,咱们这个木炸除了能榨菜籽油,还能榨点什么油? 可以榨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茶油等等。 只要是油料作物都可以榨。 木炸主要通过挤压油料作物这种原始的物理方式压榨出油。 花生,芝麻,茶籽等植物的种子含油量较高,在本地都可以进行木炸。 所以只要是油料作物,我身后的这个木炸都能榨。 大家答对了吗? 原来这台古法的木炸能榨这么多油,只要是油料作物都能派上大用场。 你看,其实这流传千年的古法木炸,这是一代又一代人智慧的结晶。 菜籽油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供给体,对我们人体是有好处的。 那只不过说在之前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没有办法从里面获取。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种的这不管是白菜也好,芥菜也好,甘蓝也好,都是吃叶子的。 在诗经里面就采风采飞。 飞是什么呢? 飞是白菜的祖先。 飞是什么呢? 萝卜的祖先,也就是萝卜,就是采点叶子来吃,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种做法其实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了。 到宋以后,我们开始有了更为先进的压榨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白菜的这个种子里面把它油榨出来了,于是乎有一个定向的培养。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进了南方的这种油菜种植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在哪呢? 是跟水稻的连做的技术。 就是同样一块地,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播种油菜。 春天的时候大家看见油菜花开了,很开心。 是吧,油菜花开完了,其实这对种植者不重要。 重要的是收那个菜籽。 菜籽一收完,恰好是插秧的时候。 这一片土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循环了。 对。 中国人一开始吃的油是动物油。 那时候油就不叫油了。 它是个半固体的东西,所以更多的时候在点击当中叫膏,或者是脂。 那时候油的第一功能是作战,军事用途。 关于赤壁大战有一段经典的记载,东汉建安13年,公元208年东10月,一个深夜环盖去炸香草草,火烧草营。 它那个船上都浸满了油,然后去火烧草营。 这个时候你能看到,油主要是军事作用。 到了明代,在《天宫开悟》当中,第一次完整系统的全面记载了菜籽油的压榨方法,压榨技术。 特别是技术要领,就是花生、葵花籽的加入。 我们餐桌上就出现了更多的这种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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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